你怎麼看這個習近平現在的處境 他還有這個餘力對臺灣動手動腳嗎 現在國際媒體說 北京的政局的分析說 這一場戰爭的亂局 The only winner goes to China 唯一的勝出者就是中國 本來如意算本來說 反正俄羅斯被打扁了 北邊他得靠我 威脅不了我還可以靠我 我除了可以便宜買到他的油 他的天然氣 我還可以弄一些 機密的軍事武器技術 他們移轉給我 烏克蘭被打殘了 以後歸俄羅斯管也沒關係 不歸俄羅斯管他也要靠我 我一樣可以從那邊得到利益 那邊有一些稀有稀有金屬 特殊原料 加上他的重工業 然後全世界呢 現在要注意到俄羅斯 會不會抓狂氣笑 用核武用大陸軍威脅歐洲 所以美國要調十萬兵去歐盟 去歐洲去北約 所以呢本來要調整兵力 來到印太戰略制衡中國 你們終將失敗 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就是習近平 但是哦 以前睡覺有臉的啦 世界的想像沒有那麼簡單 對他做了兩個基本的推想想錯了 第一個普丁會速戰速決錯 第二個國際制裁軟弱無力 又錯 這兩個錯就讓習近平頭皮發麻了 對 否定你跟他陸地接壤 嗯 你是我的二爹啊 我什麼都跟你學的 你的武器比我好 你的軍隊比我強 結果你陸地接壤打一個軍力 只有你八分之一弱 經濟頹廢的烏克蘭 打到現在已經第四周了還打不下來 看看臺灣你要度過一個臺灣海峽 最窄也要一百七八十公里 是海空的地理空間 烏克蘭就算怎麼了 歐盟美國不會直接受傷害 臺灣如果這邊封鎖了四個禮拜 日本的油天然氣的運輸就出問題 印太地區出大問題 關島出問題 甚至於退到夏威夷去 所以地緣政治利害關係又不一樣 臺灣的軍力跟烏克蘭的軍力 在國際評比一個二十一一個二十二 差不多 雖然差不多 但電子化現代化跟海空戰力 臺灣是強很多 所以一看到說天啊老大哥 你怎麼打成這個樣子 真的是俄羅斯這個熊變成 他叉叉的熊 那回過頭你要渡海來打臺灣的話 你要付出的代價跟時間會更長 再看國際制裁 SWIFT說踢出就踢出 不跟你交易都不跟你交易 蘆布跌成什麼樣子 俄羅斯的股票市場停止交易 你試試看中國的上海深圳 這些股市停止交易 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除了這些軍力 這些空間環境政治因素不同以外 好我們假設這個情報是真的 今年九月習近平要攻臺 那我們就看看他頭殼是正常不正常 第一個九月份接下來接近十月份 就進入秋冬季節 東北季風要起來了 你要怎麼運兵渡海來臺 對 被沉掉的跟被我們打掉的加起來 你還有沒有兵嗎 就是說那個時間點在季節的選擇上 就像俄羅斯 這真的選二爹 俄羅斯選了一個春冬交接 這麼冷然後雪融了之後這麼泥膩 重坦克爬不了的動不了的地方 所以整個線在那裡嘛 那你選擇九月份只有一個前提 好吧你就三天把臺灣亡掉了 有可能嗎 如果不可能你選擇這季節是不是在開玩笑 第二個 你十月初就要開二十大 要宣布習近平稱帝進入第三任 你覺得一個要稱帝的人是希望麻煩越多越好 也是麻煩越少越好 除非習近平在內部遭受了我們不知道的挑戰 他無法成功的連任第三任 否則他何苦在九月份弄了一個全球SWIFT 把他排除 然後股票下次不能交易 然後呢 深陷戰火不能脫身 美日澳洲甚至越南菲律賓整個東南亞國協 所有跟美國有簽這個相互合約的全部集結在這裡 這個時候你今年的二十大在十月份開 到底是要表決習近平下台 還是表決習近平繼續第三任 所以這個時空環境 看起來也很特別 除非習近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他的維穩不成 必須製造外部矛盾 來成就自己的第三任 否則他九月份開戰的理由 不就至少麻煩嗎 不過本來大家也覺得普丁 以前KGB的頭子照理說他應該很懂戰爭 所以打到現在他根本完全不懂啊 習近平難講啊 所以習近平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睡前打開他在中南海的窗戶 對著外面污染的空氣拍拍自己的胸脯 好你嘎仔是普丁先打不是我先打 如果我先打 你是這隻小說 如果我先打我就完蛋了 你知道如果這一團是習近平先打 范普丁說原來是這個樣子 我看我看 緩一下吧 烏克蘭就讓他再活兩年 所以這一場戰打下去了 我真的很贊成 Foreign Policy這個期刊下的註解 他有個標題 大家可以去查那篇文章 裡面引述了很多智庫研究說 習這個普丁的戰爭 是習近平最大的夢魘 他把他所有的想定都推翻了 所有的假設都推翻了 所以我不是說台灣安全 我們台灣面對強大的中國 我們還是要小心 可是因為普丁這一打 日本醒了沒 日本醒了 澳洲醒了本來都已經醒了 可是這次不是醒 這次是碰到一個 說原來真的會打 所以當安倍說 中國對台灣的侵略不是計畫 而是正在進行中 也就是現在戰爭 你已經不能界定什麼時候 叫開火了 當安倍對這個現在的日本政府 提出了警告 何嘗不是對美國政府 提出了警告 當美國政府國眾議院 邀請哲倫斯基去演講 播出兩百八十幾億 做特殊軍武的援助的時候 他們同個時間 你們不曉得在華府的參議院的 軍事委員會 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 在上兩個禮拜也在開會 裡面提到的是印太的局勢 以及台海的安全 所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國際遊戲規則在變化 變化當中 我們看到了悲劇 也看到了希望 現在看到希望是 自由民主還是一個普世價值 原來人民保護自己國家的頑強意志 可以抵擋到八倍強的敵人 而台灣人民在這一波民調顯示出來是 台灣人民保護自己的心是強大的 現在是中間要重新的 你們在這裡